我們勞工今天台鐵局要求我們上這麼長時間的班 12小時的班 日月不停的輪 可是他卻沒有給我們足夠的津貼 讓我們的身體肥礦欲下 局長出來 可是鐵路局從來沒有給我們誠意 我們要求說週六加班費要補足 他們說你們這個與法無懼 你們這個不合理 可是從來沒有找勞動局的官員 或是找一些法規專業的法規人士來做解釋 我們都有提出了相關的勞檢案例 相關的判例 他們卻一昧的打槍 一昧的認為我們這樣子是不合理的 我們已經完成了中秋書運 雙石書運 以及行車保安州 你要求我們做的事 我們每件都做到了 可是局長你呢 你承諾我們的事情 交通部要求你 你跟我們談說要營運獎金 並在專業加急 你說要給我們充足的能力 你說要改善這不合理的班子 請問你有做到嗎 沒有 局長 局長我問一個問題就好 你今天是來瞭解 是來談的 還是來給承諾的 我只要這個問題 我都會 等下會給你們做的交代 好不好 我們到裡面去 大家新平基於坐下來 都是同理 今天不是我們 大家都在這裡了 來 現場回答 不是 我現在講 這樣子吵 周凱念 周凱念 人力為補足 我們新平基於到裡面去 講文盈利 要怎麼實施 是不是他現在就強迫援兇加班 說承諾我不會給你承諾 現在講 現在講 現在媒體進了在這裡 為什麼不能公開談 要叫大家進小房間 是不是會想作 媒體朋友是不是都在裡面 他們採訪才清楚 沒有 現場兩個問題很清楚 告訴我們能承諾 或者是不能承諾 這樣就好了 我們今天要的是這個答案 如果進到會議室 你會告訴大家 又會有陵長的官腔 托隆我們這些員工 我們已經受夠了對不對 對 局長出來 局長出來 拒絕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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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出來 局長出來 你把桌子一次拿出來 支柄拿出來 今天五分鐘就結束了 不要在那邊吵 大家還在辦公 大家還有班要上 這樣吵下去 兩半巨傷 你痛苦 大家也痛苦 要不要白紙黑字 拿給你出來 白紙黑字 你坐著 你坐著 剛剛副局長來到現場 我們問他兩個之一 一句話都不敢講 不敢跟我們談 只要我們進會議室 大家可以接受嗎 可以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這一張車票 我們把它貼在局長室 好不好 好 產工抗爭到底 產工抗爭到底 局長成立票票 局長成立票票 產工抗爭到底 產工抗爭到底 今天出來工作 老闆跟你說 今天上了12個小時 我只給你1.8喔 這種公司 你會想要呆嗎 應該沒人想要呆吧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你只給我1.8 當然 是巧克力明目的 把它用掉了 但是 今天我們要的 很簡單 你今天要我多做那麼多 你就該給 組那麼多的加班費 而不是說 用一些明目 用一些方式把它剝奪掉 這是大家不能接受的 甚至是說 大夜班下班的那一個早上 那一天開始算你的休假 用採在勞基法的底線的做法 來要求 員工說 這一天就是你的休假 所以你已經沒有休假了 禮拜六就是這樣 禮拜天就是這樣 還拆兩天 相信大家 休班回家 連陪小孩的利息都沒有了 都是直接在床上就直接睡著了 可能醒來已經下午了 沒有陪時間 陪家人 陪朋友 甚至陪自己的太太女朋友 甚至陪上自己的生命 我們有聽過 我們聽到了不下幾次了 甚至有新進的員工 因為車站 沒辦法讓他休假 他要忙家裡的事情 自己家人生病 要去照顧家人 然後又要奔波車站 兩邊跑 過沒多久 心肌梗塞死掉了 人命就是這樣子 一條命就沒有了 都不是我們樂見的 這都是因為鐵路局 一再而再 不是我們鐵路員工的辛勞 而導致的 我們也不想要 因此造成 旅客的權益受損 可是鐵路局必須重視 我們這些真正服務 旅客的員工有多辛苦 基法規定說 跨日的班 視為前一日的連續班 可是我們認為說 我們在第三天的時候 是有儲勤的事實 甚至說我們已經是 他算是在前一班的班表 可是我們第三天的時候 他是一定上班了八個小時 不能把已經上過班的日子 當作是休息的日子 要完整的休息 應該要從第一日的零時到二次四時 這樣才是真正完整的休息 我只授權 我只被授權 接誠情書 其他的我沒有辦法 所以今天總統府派出來的人 沒有辦法承諾我們能不能夠 局長來跟各位做調解跟見面嗎 我只授權接誠情書 假如說你們可以把誠情書給我 我很願意幫你們帶進去 他先帶進去讓他轉 可是沒有人願意出來承諾說 見局長一面嗎 這件事情是很難啊 他的誠績就讓他授權 我的誠績現在就是只能授權來接 有人接 他們還是請問 最速度幾天 最速度幾天 是不是三天 對 那三天內能不能做到 我們只能說我用最速度的方式 三天內能不能回憾 你一定要承諾最速度三天 其實就是局長跟工會協商 這個訴求很簡單 沒有要改變什麼東西 就是局長跟工會 進行一個會面跟協商 蔡英文是不是管不動鐵路局 是不是 你也可以直接說 到目前為止 你地方做得好 你沒有要改變 廠宗 廠宗